我們還是希望觀眾可以看到我們很用心做的一個關心這個世界上需要關注的人 我也不敢說它是一個多了不起的片或是多麼大成本製作的片 但是我們真的非常用心 然後就算沒有入圍我還是告訴我自己我沒有後悔過做這件事情 謝謝大家今天來謝謝 謝謝藍正龍導演 票房會大賣的 其實壞事不是壞事 壞事後面都是好事 破譯破譯啦 一萬票房導演期待囉 今天歡迎的是徐怡婷導演 歡迎 大家好 我很少看到藍正龍這麼緊張 他剛剛聲音在發抖我好累 我覺得他這部電影的誠意 希望各位觀眾進到電影院看以後就會知道 這個事情我聽他講了大概五六年吧 我要繼續講 可以可以沒問題 直接講 可以啊可以 因為我二十年前小丁老師大醫院小醫師 然後我跟藍正龍 因為我要開編劇會 藍正龍去試鏡 我跟他就在小丁老師的辦公室門口交錯之後 我一進去老師就問我說怎麼樣 剛剛那個怎麼樣 我說太帥了 他演的話我就不拿編劇費了 然後就是因為就是這樣子一演過去後 我就愛了他很多年 然後到妹妹的時候 我在好像距離了大概有十幾年 沒有合作也不認識 但是過程當中我就聽到他很多很精彩的新聞 那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會想到他那些新聞背後 因為我從小丁老師口中聽到這個孩子就是一個很正面 然後很善良很慈悲心的一個雙魚座 所以我就用妹妹用我想像的方法去寫了一個角色 然後一個外表很壞 但其實內心很柔軟的角色 當然他看完劇本以後 我邀請他演嘛 他看完劇本以後 就說為什麼要偷虧他的人生 然後反正那時候我就因為很愛慕 我找他來演了還替他寫一個角色 然後也拿到金鐘獎 但事實上是拍完妹妹 我就狠死這個家豪 煩欸 然後就演人啊 因為演員很辛苦 演員其實在跟角色的過程當中是很煎熬 一本那個角色那麼像他 所以他就拿折磨我來養育他的角色 所以又狠死他 但是在整個拍攝過程當中 讓我最開心的就是他一直在跟我講 他想要倒一部電影 然後就是跟唐寶寶有關的一個故事 他開始跟我分享 他在拍戲的過程當中 認識一個唐寶寶的朋友 他們如何的好笑有趣 然後唐寶寶小朋友真的很聰明 而且他們看到的 他們的眼睛比我們還明亮 耳朵比我們還清晰 他們可以看到聽到更多有趣的 我們這些世俗間已經被污染的大人們以外的 更有趣的世界了 所以我就一直鼓勵他說做啊做啊 結果沒想到他就回頭跟我說那你要不要寫 然後我就因為愛又摘下去 真愛咧掌聲肯定一下好不好 我想他們擁抱一下好不好 20年 抱太多了啦 真的齁 其實對 我心情不好的時候 他這裡就是我的出氣筒 捏了一下 真的是好交情 所以來立挺 那這一次有拿編劇費嗎 我本來是說我免被寫 但男總很慈悲地幫我爭取到還不錯的編劇費用 謝謝製作單位 謝謝藍長 謝謝暖男 對謝謝暖男導演 看完這部電影你就知道他有多暖男 心好善良 謝謝余婷老師跟我們分享 謝謝您 那接下來熱情講座 歡迎我們的第一名主角 郭書瑤 今馬得主 哈囉大家好 我是郭書瑤 我在想愛你 想愛我裡面 飾演的是小蘭 小蘭這個角色 OK 歡迎郭書瑤 接下來歡迎第一男主角 六 蔡家鴻 大家好 我是蔡家鴻 嘿 開心嗎 今天來到現場 開心 會不會緊張 地鐵鐵 好 很自在 好可愛 接下來歡迎張庭胡 哈囉大家好 我是張庭胡 然後我在小小愛你 小小愛我裡面是 Lio的弟弟 歡迎張庭胡 我們來聊一下導演 這一次裡面有很多很可愛的童話的故事 森林王子與美人魚 然後對應著唐寶寶跟遠交少女的關係 這故事當初怎麼發想的呢 一開始跟玉婷在聊那個童話的時候 是 我們就是覺得說 如果有 如果可以代表他們的一個故事是什麼 那後來就覺得我們就自己編了一個森林王子跟美人的故事 因為他們本來是兩個不同的世界的人 但他們居然相遇了 也就是 有一點代表說 這個世界上很多可能性的事情啊 人啊 都是會發生的 但如果它一旦發生 它還是會 留下一些讓你難以忘記的東西 那也是代表戲裡面的香薇跟小爛的關係 那我覺得其實 我到現在還是會很感動的那一句話 就是 就算不能在一起 我還是會愛著你這句台詞 對我來說是 我想是可以代表 我們拍這個電影最主要的主軸吧 是 你好像人生出道到現在 每一次的第一次都獻給玉婷導演 第一次演戲大醫院小醫師 是這部作品 然後是玉婷導演的編劇 然後你第一次當導演 又是邀請玉婷老師來當編劇 究竟玉婷老師的這個劇本 對你來說有什麼樣的魔力呢 好像 不如沒有她的感覺 要再分享一下對玉婷老師的情感 雖然她那麼愛你 你也很愛她吧 是 她私下都叫 私下我是她的大三 就是人家都小三 吃的大 所以我結婚那一年她就說 那不管我要當小三 我說那個 你應該是沒有辦法當小三 大三應該可以 所以她是我的大三 然後你跟這個大三合作 其實這個大三 其實她上次在拍 這個誰先愛上她的時候 她說她壓力大到時候 她會朝行進化表格 何為事蹟 那導演你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沒有壓力大到做什麼事情嗎 我 只是覺得 就是看天空啊 就是老天爺幫幫忙 對 可是我每次快 呃 基本上我拍這部戲沒有生過氣 唯一只有生過氣就是 我真的受不了某一個狀況 就對了 然後我就走出去一直看天空 其實我覺得 其實有一點 自己有點難過到說 到底干我什麼事啊 我要做這個電影 你知道就是你真的很喜歡 希望她好的時候 她居然沒有辦法達成 那就是 我們利友每次都很聰明 就是很貼心 我只要默默走回去 她就會跑來說 導演你是不是在生氣 但是我就說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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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那時候垃圾車響起來 我說垃圾車來了 什麼事情 像 像前天 前天啊 他公布那一天 他傳訊給你 就是我覺得 雖然自己是第一次比賽 但是比賽就是有輸有贏 但是我就覺得算 我去騎個車 讓自己心情好一點 因為沒那麼多 放在心上 然後他其實蠻早睡的 可是他那天 我記得我騎到 合體的某一處 已經快11點了吧 他就傳簡訊給我 他說 導演你還沒睡覺嗎 其實我那時候也 就是還蠻感動的 真的 就說你趕快睡覺 我沒事很好 好溫暖喔 是一個暖男的 那我覺得希望就是 透過電影的介紹 我真的覺得可以拉 希望可以跟觀眾拉近 我們比較不熟悉的人事物的那種 關心吧 是是是是 那瑤瑤這一次 什麼吸引你參與演出呢 真的是 就是劇本題材 我覺得非常非常特別 然後 我真的很謝謝 來再用我導演 因為 從那時候 大概拍的兩年前 我就是要有這個案子 然後那時候還沒有來問過 可是那時候還沒有 好像是還沒有確定 只是要同意說而已 然後我就OK 然後我想說 應該這件事情就過了 但沒想到兩年後 就是真的來找 然後我就覺得 哇 也太感人了吧 對 然後 真的因為這部電影 我覺得 改變了我人生 很 哇 妳又要哭了 上次她已經哭過 妳每次介紹這部電影的時候 都很勇敢而發 怎麼了 對 因為 其實其實只是 對我來講 應該只是一個工作 但是因為 認識了這些小朋友之後 我覺得 在他們身上 我學到了 無私的愛這件事情 對 因為我覺得 這對 公主不好意思 美人魚不好意思 我先上衛生紙給妳 來壓一下 我覺得 就是無私的愛這件事情 對 社會大眾的人 其實蠻難得 可是 卻在這些小朋友身上 很輕易的就能做到 對 就是我 感受特別深的地方 森林王子 要不要說幾句話 安慰一下美人魚 他太感動了 森林王子 四 六 安慰一下姚姚姊姊 大哥 你是不是 不是一招腳 好MAN喔 我們聊得很開心的 相信那個 片場過程當中 應該會有很有趣的故事發生 有沒有印象深刻的地方 或是最困難的地方 比方說你根本不會游泳 但要演美人魚 怎麼克服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拍影響戲的時間 是我覺得在天堂的時候 對 因為 你知道從出道以來 都是很多的批批漫漫 我工作的過程當中 其實覺得這段時間是我最開心的 是因為 他們每天都非常非常真心的在讚美我 對 而且是讚美每一個人 他們很真心的去愛身邊的每一個人 然後去給每一個人都是很好的能量 我印象最深是我拍的 我們開鏡那一天 拜拜 然後他站在我旁邊 他就一直看著我 然後就一直笑 然後我想說他幹嘛一直看我笑 我就說怎麼了 他說你可愛呀 對 然後其實 劇電影還有其他的藏寶寶們 然後也是有一個 我現在還好繼續持續跟他聯繫的 一個叫欣欣的小女生 然後他也是會 時不時就跟著我看 然後我就說怎麼了 他說 你好漂亮喔 就是我每天都活在那個 被讚美跟被誇獎的那個環境 跟氛圍當中 我就覺得天啊 我是一隻全世界最漂亮的美人魚 所以這次拍攝過程是很開心 很溫暖的 非常開心 可是我覺得反差蠻大 是大家會覺得我的角色 可能是比較辛苦或比較難受 是 對 可是我在整個拍攝過程當中 是非常非常舒服 然後就會非常幸福的 那蘭導怎麼說 你覺得姚恩哪一場戲 讓你印象特別深刻 哇 Amazing 有沒有讓你這樣驚豔的一個演出 哪一場戲 或是合作前後對姚恩的印象 有沒有改觀的地方 最讓我難忘的還是在海邊告別的那一場戲 你要爆雷嗎 也沒有沒有 就是拍攝過程其實它是很 很會失溫啊 有一種失溫 我就覺得拍出來他臉 真的嘴巴都已經變紫色了 嗯 然後更不用說那個情感的投入 它是有多麼困難的一個 因為外在的環境已經影響到 一個演員的能量的時候 他是很辛苦的 可是我 因為我們男主角要五歲啊 他五歲起來 哇浪又來了 時間又不夠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他給的時間很少 對他就是 一天要睡兩輪的那一種 然後就是 我也對姚姚很抱歉 我也不能 對你有任何一點脾氣 因為畢竟是我自己有拍這個電影 你知道 可是姚姚就看著 你看看他就是很感動很感動 但是他已經抖到你 真的不行了 然後我說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就是 我就跑過去跟他道歉 我說真的很抱歉 跟他一點點那麼差的環境去做這個工作 嗯 所以 立友在睡的時候呢 姚姚就在等待 嗯 對 基本上有時候就是去 去海邊一趟早就拍一個他的腳而已 然後他就又睡到下午了 所以答應我累了 對 史上最大牌男星耶 就是 怎麼 立友要不要說一下 你是不是史上最大牌男星 對 自我認證了齁 那也沒話說對不對 不過那個 姚姚你對於 吳如第一次當導演 你覺得他跟以往你看到的導演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 應該是說對 可能在螢光幕前面的樣子 跟實際 當導演的那個感受差滿多的 怎麼說 來分享一下 就看起來是一個冷冷的人 冷冷酷酷的 然後拽拽的 對 但 就是 拍的整個過程當中 應該是我遇過的導演裡面 最有耐心的 真的沒有發過我的脾氣 然後 萊長你剛剛對許導說什麼 許導點 許導也沒有發脾氣啊 嗯 想爆料是不是 好姚姚你繼續補充 然後我印象有一段很深是 Leo要講故事給我聽 那個態勢真的非常多 然後 導演就在旁邊一邊 兩邊 三邊 四邊 五邊 到二十幾邊 就陪著他 一直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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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就覺得 到底哪裡來的這麼有耐心的導演 真的好棒啊 對啊 除了帥之外 又這麼暖 又這麼散 又不發脾氣 完全的 沒有東西可以惹活你嗎 完全無法嗎 很多事情可以惹活 但拍片一場 你Hold住那個專業的感覺 你要把事情解決 剛剛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 嗯 我也是第一次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也是不專業的 對我自己來說 客氣 我沒有 我沒有 我不太有資格 這麼的 像他一樣要求別人演 你又要爆料徐玉婷導演了 那你會演給他們看嗎 你是演員出身 在導演過程會說 欸 接下來你就這樣演 演給他們看 瑤瑤有沒有爆料一下 不如會這樣嗎 我其實不是像說演給我看 是 因為導演之前是演員 所以他很了解演員 需要的是什麼東西 然後 我覺得情緒這種東西 滿微妙的 就是他會用他的感染力 去感染我 然後引導出他想要 這個角色表現出的情緒 有一點是我在跟導演對戲的感覺 對 而且片場有一場戲很狠 他扯你頭髮把你拖醒 好狠喔 好可怕喔 那場拍幾次 好像也蠻多次的 你是真的抓啊 很兇 我有技巧性的保護者 但對 是很專業的 是很專業的 剛才給瑤瑤這次表演打擊分 她這個演員我已經很開心了 哈哈 好可怕 那瑤瑤給Blu打幾分 這次第一次當導演 半分半分 哇 掌聲肯定一下 好不好 好暖喔 怎麼可以忍弱我們第一男主角 佳鴻不好意思 佳鴻哥 我們現在來訪問一下 你這次第一次 單位男主角演莎莎愛你莎莎愛我 你覺得演戲難不難 不會 就是要簡單 哇 非常有自信耶 那第一次跟金馬得主 郭書瑤瑤瑤瑤姐姐合作的感覺怎麼樣 你覺得她是怎麼樣的一個女演員 開心嗎 感覺怎麼樣 開心 嗯 舒服 舒服愉快 還有一句 舒服愉快 親眼 對 舒服愉快親眼 她又套用那個片中的台詞 對不對 有意思喔 欸 那個導演好 浩琴問一下 你如何引導就是Leo 到達你要的要求 就是很多戲很多情緒必須要到達 你怎麼引導她 其實我們拍攝之前已經把 100場戲都拍過了 我跟Leo 我跟他已經有先把劇本的對白 跟狀況都已經對過了 一直到我們開拍前 有決定是Leo要拍的時候 我們也先去試拍 他對於機器啊 還有對於人多這件事情會不會分析 但是就是我試拍前兩天 我大概就是連續做惡夢 就是驚醒三次的那種 我其實很少這樣 但那時候壓力大到真的是 因為資金已經到位 它是一個必須要繼續往下走的一個狀況 那演員還不確定的時候 我其實壓力還蠻大的 然後 一直到跟他試拍完 那天睡得特別好 我覺得我已經很有信心了 我可以跟Leo一起去 把這件事情完成 當然就是 可能 體力上啊 就是比較還是比較像小朋友這樣 但是我覺得真的是 也非常謝謝Leo的媽媽 願意把Leo建議我們 媽媽的朋友來現場 對 謝謝 真的非常謝謝 因為 就是也是要跟媽媽說一聲謝謝 就是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那位Leo的媽媽就跟我聊天 她就說 哪一個父母親不希望自己的 不希望望子成龍 是 那我 我聽她講這句話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也有兩個小孩 就會覺得說 欸對啊 怎麼 怎麼去釋懷這件事情 那當然在拍攝的過程中 Leo的媽媽就 對我來說她就 採取一個 比較 距離的去觀看她的小孩 那起初我以為 媽媽是 不想管嗎 還是 還是覺得拍電影是什麼事咧 是什麼樣的狀況 可是到我殺青的那一天 我就看她媽遠遠的 就已經在 在哭了 很遠的地方我就看到 其實我那時候真的也是覺得說 喔 這個力量不包括是對觀眾 我覺得對 有特殊小孩子 家庭也是一種力量 因為 真的啊 她 我覺得媽媽都有點不相信 自己的小孩子可以拍電影 可是Leo那麼認真把它完成 我覺得這個力量是 還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媽媽在哪裡 媽媽你在哪邊 握個手好嗎 媽媽通常都跑很遠 不在現場感覺 默默的在看著自己 妳看不開心 現在還OK嗎 OK OK好 等一下要不要聊一下跟Leo對齊 妳覺得有什麼不同的感覺 剛開始會有一些擔心 因為 畢竟不是演員 因為演員我們演員之間 會有演員之間的邏輯 我們大家就來 就知道 這是職業 職業 對 然後可是還好 因為我們前期也有一起上課 是 然後老師有用一些方式 然後我去跟他相處 那其實我覺得也沒有什麼特別不一樣 對 就是真的 真的去跟他相處 然後跟他演 對 我覺得沒有跟 對 是啊 像這一次金馬獎的時候 很多人都在討論他 真的是 臨門一角 但表現真的很棒 Leo 我們來掌聲肯定一下 來 所有人來掌聲肯定一下 Leo 謝謝謝謝 你好棒喔 對不對 可愛 聽話 不好意思冷落你了 金鐘提名 我們這次演出 來挺好哥哥藍正龍 這次他當導演 你覺得不如跟以往 有沒有 你沒看過的一個樣子 在他導演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 我可能看到的面相 比較多 所以 就會比較 比較容易看到他 在家裡跟小朋友相處的 那個面相 其實在拍這部戲的時候 跟對待立友的時候 也是 都是那個非常有耐心 然後溫柔的在教導這樣 嗯 那你演 那你這次才演出 有沒有那一場戲 特別難忘的部分 比方跟甜牛街的爆發戲 爭吵戲 要不要再聊一下 爆雷吧 不會啊 還好 這小事 真的嗎 其實那一場我沒有想太多 然後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就會跟導演討論 然後 可是導演他就 我覺得那個 就這樣吧 然後就進去 我就說 蛤? 你這是什麼? 他導演風格是這樣子的 沒有他有時候 他有時候跟我講話的時候 都會這樣 然後 我就進去 然後就 很順的 就是在整個過程中 然後去把我的拍子 跟我想要表達出來 然後那個 眼淚也是 就是很不爭氣的 就是往下流 然後流到整個 衝上樓出鏡結束 結果後來下來之後 然後 收音有問題 然後 就是 有 好像垃圾車還是什麼的 然後原本想說 就是要再 怎麼一直出現垃圾車 我剛剛講了兩次的 怎麼會 你們在整個場景 一直有垃圾車出現 Why? 只要在台北 對 就是垃圾車 OK 然後就是收音有一個問題 然後原本要再一次 然後 或是重新配音 什麼 但是 李導演真的覺得那一次 最真實 最自然 所以最後還是 就是有那個 好 你也想起很棒 而且你跟雅雅上次合作是 切曉金家的旅館 一起泡過湯嗎 這一次好像沒有什麼對齊 幾乎沒有 沒有 好像只有一場 一場有 講到話 對 然後另外一場 沒有 然後我們去講話那個還 充沛 辛苦了 我們上映之後就知道大家對戲的部分了 最後我要問一下男主角 你這一次跟楠正龍搭檔 他是演一個詩藝的插畫家 然後原教少女郭書搖搖搖 還有眼裡滴滴的這種鼎鼓 你私心最喜歡哪一個人 你老實說 我以為是你 我以為是你 你再說一次 你最喜歡哪一個 我以為是 所以他在女人跟兄弟之間已經做出了抉擇 所以最喜歡搖搖就對了 好 那之後還想激進演戲嗎 不想 你真的好直白喔 你選得好演員 他真的好直白 我好喜歡這種演員 什麼都不給很官腔的 好自在喔 好開心喔 謝謝你 那這個藍導 恭喜你交出了這麼好的成績單 然後這一次自導自演辛苦囉 還獻出了三場穿內褲的裸露戲 那你下一次還會自導自演嗎 我不知道耶 因為 就會覺得 自己也好像可以省一點製作費吧 因為覺得接下來去談話 那你 穿便宜一點吧 就會想說 夾在 夾在那個 現實與那個 夢想之間吧 嗯 嗯 嗯 但 都可以吧 所以那三場是你自己設計說 我一定要給觀眾一些有揚眼的畫面看 所以才... 因為那三天其實是拍我家 我家是集中大概四五天把它拍完 對 然後我就請 郁婷來幫我那兩三天 然後 本來就穿睡衣嘛 然後他就說 欸你那個 這個畫家不可能在家穿衣服啊 就脫掉了 本來是安昧喔 雲婷老師自肥 所以你們看上去的內褲就是我本人的內褲 也不是戲準備的 就是脫下來了吧 脫吧脫吧脫吧 喔好吧 就是脫了這樣 然後其實 我自己是覺得還好啦 因為我 以前 就是 尺度也算大的演員啦 因為 就OK 這樣 而且你當導演 身材還是保持得非常好欸 很厲害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 徐導演滿意嗎 他拍戲那時候我覺得 略吃肥欸 我看到他這邊有肉的時候好開心 原來大家這裡都有肉 色腰肉 腰尖肉 好 太有意思了 原來是玉婷老師的這個主意對不對 謝謝你幫我們完成這麼樣的畫面 爭取福利 對那您自己呢 我們很期待您的新作品 聽說剛出門還在寫新的劇本 對對對 寫到最後一秒上計程車 對不對 再寫新劇本 希望明年四月開拍這樣 好 明年四月開拍 好 先賣個關子 還不能透露太多 好謝謝期待 不用再超心驚了吧 最近還有再超心驚 好角色嗎 最近超心驚都沒用好卡 太累了 辛苦加油喔 集氣 那那個 亭虎你下次也想要演什麼角色嗎 因為兩位那麼厲害的導演 在現場來喊話一下 怎麼又笑長了 沒有因為 就是真的跟導演很常相處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她問她說 欸 我的 我的角色可不可以爆男配 他說 男配可屁啊 才在幾天 然後 然後 就是 那個 嫂子結果就 旁邊幫忙說 你再寫個角色給她 這樣子 好 下次氣氛多一點 對不對 這次可能氣氛不夠多 對不對 期待 演得真的很好 謝謝評估 瑤瑤呢 再喊話一下 下次想演什麼角色 其實我蠻想演媽媽的 好 你還沒演過 沒有演過 因為我現實生活當中 我覺得我沒有勇氣做人家媽媽 所以我蠻想演戲也看 演媽媽 是怎麼樣的一個媽媽 可以大概想像一下那畫面 都可以耶 沒有特別的局限 各種形象的 都任何 真負面那種 都OK 酗酒的媽媽 可以 都可以 那我很期待 好 好 那因為我們莎莎愛你 莎莎愛我 11月1日會正式上映 最後還是請五位主唱 一人一句話 簡單幾句話 來推薦一下 非函的演員 先從張題目 你開始 我也從那邊 不行你先 你先 對這真的是一部很棒 然後很溫馨 然後其實在台北電影集的時候 我有去看 然後真的也是 很多地方也讓大家覺得 非常好笑 然後很真心的推薦大家 11月1號一定要進電影院去欣賞 莎莎愛你莎莎愛我 好 細體中挺苦 接下來大牌男星 蔡佳宏 6 一句話要推薦 莎莎愛你莎莎愛我 大家好 我是莎莎 莎莎愛你莎莎愛我 倒數三天 倒數三天 你有 還沒看到 沒有 因為他剛剛在唸 唸那個ID 因為我聽這一句 好 現在倒數應該11月1號到幾天 我們來算一下 等一下就跟大家講 不錯了 好 倒數17天 你再說倒數27天 再講一次 來 倒數27天 好 一定要機器人看喔 謝謝大家好 來 瑤瑤 其實壞事不是壞事 壞事後面都是好事 但如果錯過這部電影 那絕對是壞事 是的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來看 因為真的是一部非常棒的電影 好 謝謝郭書瑤 接下來許玉婷導演 就是 蘭聰之前打動我寫這個劇本的原因 就是他說他在人生碰到很多次跌倒的時候 每一次跌倒他都會去華光育幼中心去看唐寶寶們 他說只要看到他們的笑 看到他們 只要跟他們對話 他都覺得一切都沒有那麼必要去糾結了 然後信心就開闊了 然後這個是我跟他一起想要幫他這個故事呈現的最大的原因 那如果你來看的話 你可能也能夠接收到這個能夠讓蘭聰龍這條野漢子 對 那麼柔軟的原因是什麼 你會看到的 謝謝玉婷導演 接下來藍聰龍導演 就真的很幸運 可以有玉婷的幫忙 還有我們製作方的投資 還有可以請到瑤瑤 還有聽胡來幫忙 最重要的是我真的在 我覺得我真的選對了一個男主角來跟我一起合作 然後 我們兩個都很認真 然後 我們兩個真的把那一百場 就是每一場都好好的把它呈現 希望大家可以在11月1號的時候 進西院感受一下我們的努力吧 是 再次謝謝藍聰龍導演 更正一下倒數28天 你們數學得很爛耶 28天啦 好謝謝 來次熱情長的謝謝SASA SASA的主創 然後視線轉向左手邊 同一看向左手邊揮手這一台 來 來 視線同一看向右手邊 非常用心的製作很多周邊 比方說海報的設計 這樣專業 很應景 好 往前扣一點點 好 好 好 視線再同一看向中間下方的攝影機 好 視線再同一看向左手邊揮手這一台 好 視線再同一看向左手邊揮手這一台 好 視線再同一看向左手邊揮手這一台 視線轉向中間下方的攝影機在一張 還有哪一台揮手 還有哪一台揮手 中間偏右這邊 好 謝謝 那我們先收起海報 接下來呢 每個人都有一條屬於他的美人魚 站在遊向他嘛 那那個 章魚也是魚啦 他就可以抓很多票啊 好啊 票房大賣 對喔 兩位來合照一張 兩位來合照一張 我們先往旁邊推一點點 對我們移到中間 來兩位移到中間 對對對 烏蘇拉 對這個票房一把抓 像張如一樣不斷的吸睛 好 左邊左邊左邊 視線看向左手邊 哇 玉婷當然很用心喔 來兩位視線看向右手邊 也希望莎莎愛妮莎愛我的票房 跟誰現在上他的這麼好喔 也是去年同檔期喔 11月初喔 別人期待 都是這麼溫暖的奏品 好 是一個那個夜光燈 也是 也是人舞的 用心的夜光燈 這個是要祝他在演藝路上 繼續發光發亮對不對 喔還有亮燈 來合照一張 來一起 兄弟情深 來看一下中間下方的攝影機 好視線轉向左手邊 左邊左邊 好視線轉向右手邊 好 好 那最後聽說Leo你有禮物要送給你的女主角 美人魚瑤瑤對不對 好 先幫我們收起來 感謝 感謝 那我們要獻上這個就是森林王子與美人魚的歸本 見證了兩人的好友誼 首度搭上的第一男女主角 好 蔡佳鴻 郭書瑤兩位實現看向中間下方的攝影機 默契十足 兩位轉向左手邊 好 兩位轉向右手邊 好 那接下來我們進行 好 轉向中間下方的攝影機 再來一張 看哪邊要拍的揮個手 OK嗎 好那我們接下來進行電子免體一邊放